这是警方开棺验尸的现场画面 十年前 男子突发意外去世 九岁的儿子坚信父亲是被人谋杀 十年后要求开棺验尸查出真相 真凶竟是自己的母亲 背后真相令人大跌眼镜 时间来到2012年1月12日 地点安徽奇门县 19岁的汪坚华到公安局报案 他怀疑十年前继父冯良超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请求警方查明真相 而就在三天前 在其母亲康爱琴的服装店门口 发生了砍伤人的事件 两名伤者 男的名叫胡树坤 女的名叫康爱琴 砍人的正是汪坚华的继父冯良超 因为冯良超觉得康爱琴 与同村另一名男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现冯良超因为迟到砍人 被警方刑事拘留 那么说起汪坚华的生父汪树林 贵西村的村民还记忆犹新 汪树林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从不与人结怨 那是在十年前 2003年1月28日 腊月26 快过年了 村里的人都在紧张地备着年货 而家境贫困的汪树林 还要到山上去挖竹笋 一大早他便带着工具 以及妻子康爱琴 为他准备的干粮 像往常一样去往山上干活 一路上还与村民热情地打着招呼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今天他的生命即将终结 仅仅才过了几分钟 村民就看到汪树林倒在小路上 已经不省人事 随即送往医院 但是在送医途中就已经断气 就这样留下了孤儿寡母 年仅九岁的儿子汪坚华 和妻子康爱琴 以及年于古稀的两位老人 二老终日以泪洗面 年迈的母亲 更是常常看着儿子的照片发呆 年仅九岁的汪坚华 始终记得父亲死亡时 嘴角的一丝血墨子 而这个细节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并没有看到 但汪坚华始终坚信 父亲是被人所害 汪树林死后 母亲康爱琴便嫁给了冯梁超 但是重组的家庭并不幸福 我也想把我爸儿子 跟冯梁超一起 把我儿子跟男女儿一起带她 一起把家庭搞得好好的 继父冯梁超经常对母亲 本脚相嫁 我要跟我那继父讲讲 我叫他们不要吵 我的继父说他又 他说他又不行 他就非要吵 我的继父都说 要我妈再跟他吵话 他就把把那事情跟我爷爷奶奶讲 那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事情 汪坚华准备劝说 继父冯梁超不要再殴打母亲 冯梁超的回答 让汪坚华心有疑虑 而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让汪坚华决定查出父亲的真正死因 但仅凭一个当年只有九岁孩子的模糊记忆 能不能够立案 警方也不能盖棺定论 但是人命关天 还是决定一查到底 通过对事发地以及村民的细致询问 警方发现了疑点 村民反映 当时他们看到汪树林是脸朝下头朝前趴着 双手用力伏地 口吐白沫 双目猙獰 全身抽搐 再加上周围的地势也非常平坦 不可能是摔倒所致 警方认为汪树林的死令有蹊跷 随即向汪坚华了解更多的情况 汪坚华回忆 在十年前 父亲省吃俭用为母亲在村头水渠旁开了一个杂货铺 父亲汪树林就经常住在那里 以便照顾生意 而母亲就带着自己住在老房子里 半夜经常感觉有人进来 但来人却不是自己的父亲 隐约觉得母亲在做不光彩的事 因为自己年纪太小 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但是在父亲去世前的一天晚上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时我就是看到一个 看到桌子上面有个东西 有个白色袋子装的东西 那快过年了 我以为是家里人乱过来放在桌子里 我看到放在桌子里面 我就准备去拿的时候 刚好被我妈看见了 我妈就把那东西拉走了 平时就是我想吃什么东西 她都随意的 就是在以前家里面开店里 就是自己想吃什么 自己拿她根本就不会管 在她的记忆里 那就是一包零食 她之所以会记忆深刻 原因是一向很僵救她的母亲 唯独这一次一反常态 难道这就是父亲汪树林 在世上吃的最后一顿饭 以上的所有疑点交织在一起 让警方也坚信 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而开棺验尸 证明汪树林是中毒而死 成了本案的关键 起初汪树林的父母 也不赞成开棺验尸 但是汪坚华与警方 一起做老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汪苏林的父母 同意开棺验尸 查出真相 找出真凶 告慰侍者亡灵 2月17日正式开棺 法医对汪树林的遗骸 棺验尸 以及周边的土壤都分别进行了采压 一周以后 检验报告显示汪树林的体内 查出了老鼠药的成分 从而证实这就是一场谋杀案 警方通过取证走访 综合判断 汪坚华的母亲康爱琴 与其情人冯良超和谋杀害汪树林的 可能性最大 立即对此二人进行了审讯 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 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康爱琴很快将与情夫冯良超和谋 毒死丈夫汪树林的犯罪事实和盘托出 康爱琴此时回想起丈夫生前 对他的点点滴滴 此时也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丈夫怕他受累 省吃俭用给他开了个杂货铺 没想到他却钻了空子红杏出墙 在情人的唆使下 做出这种谋杀亲夫桑尽天良的事 如今 后悔已经太晚了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好